今天來做吃香蕉的生血糖實驗喔 好這個香蕉先去皮 這個是去便利商店買的 剛好查表那香蕉的平均一份糖的重量是68克 那我們一樣來吃兩份糖類 68克兩份糖類就是136 所以要秤136 再抓的還是算厲害 好136 所以你看兩份糖類的香蕉是136克 那吃之前一樣來測一下現在的血糖質是多少 這個是雅培Freestyle Breading的 連續血糖監測 好現在時間是7點56 血糖93 好我們現在就趕快來吃吧 那這個就當作我的早餐吧 入口即化 我是蠻喜歡吃香蕉的 我幾乎不用養 我直接吞了 趕快就吞下去了 過幾天要去爬山 這個裡面的甲離子補充一下 就當作我吃早餐 然後早上 因為我今天比較早起床 我大概不到6點就醒了 就不曉得為什麼就醒了 然後再也睡不著 就乾脆起床 起床之後有打一個基礎一條素 那我吃這個香蕉不會 塑膠一條素 你不會運動啦 好最後一口了 好吃完 那因為香蕉的一份糖的重量 其實很多個版本 那我是用最新的這個營養成分去算 好吧 那就晚點再來看他的血糖變化了 那我們現在來看這個香蕉吃完之後的血糖變化 那一樣打開這個治抗糖APP 那我是7月12號這天吃的 那這天的血糖變化大概是這個樣子 早上餐前的血糖大概都90幾 好那我是7點56分吃的 那血糖這邊紀錄是98 我這邊講一下 亞培的紀錄是血糖是93 是7點56 那治抗糖這邊的時間是7點56 那血糖是98 這兩者會有一點點的誤差 因為亞培他的這個CGM 他是15分鐘紀錄一次 那我們在讀取的時候 他就不是說每一分 你在讀取的時候都可以看到到他的數據 從亞培的APP上面是可以看到比較細的數據 但是如果你是把他轉到治抗糖這邊來看的話 他不會看到每一分鐘的數據 他就是15分鐘15分鐘的數據會顯示 那可能就是當中會有一點點的那個數據上的落差 但是這個不影響 觀察整個血糖變化的曲線 所以呢 如果你有看之前影片的話 你會發現說 怎麼跟 怎麼有時候亞培的那個 CGM測罪的血糖時間 跟在治抗糖上面讀取的時間 跟血糖數據有一點點的不同 他的誤差的關係是因為這樣子 那不影響我們做判讀啦 那這個相交7點50秒的血糖是98 那你看接下來就是8點11分 也就是過了15分鐘之後 那至於中間的7點57分 58分 8點01 8點02分 他這個數據在這個治抗糖裡面是看不到的 他就是抓15分鐘15分鐘 那過了15分鐘之後 血糖是上升到116 那就是上升了18 其實他幾乎是吃了就馬上上升了 8點274 這個是過了半小時到152 最高點就是在一個小時之後 吃完一個小時之後 血糖是來到了174 我這邊順便講一下 有些人在問說 那飯後的血糖到底是以吃的第一口為基準 還是說吃完之後才開始計算 你可以看到我們從我們吃了這個香蕉之後呢 血糖就開始再往上升了 所以在判斷這個餐後血糖兩小時 是以開始吃的第一口做基準點 好 餐後一小時香蕉的最高點是到174 這是一小時 那血糖已經上升了76 那我講過嘛 我們做這個實驗 就是我在做這個實驗之前 沒有再吃其他東西 那有早上起來有打這個基礎胰島素 吃香蕉沒有打塑膠胰島素 就是說我在做這個實驗的時候呢 身上只有基礎胰島素的作用 過了一小時之後呢 過了巔峰血糖的時期之後呢 這個血糖就慢慢往下降下來了 到了11點44分 血糖降到了98 就是恢復到起始的血糖值了 那這個時間過了是將近四個小時 將近四個小時 這個就是吃香蕉兩份糖類的 叉耗血糖變化 唐拉賓威教師有講過 只要是水果 它都是會生血糖的 差別是在於 血糖上升的幅度 多跟少這樣子而已 那我今天先拿最方便取得的水果 就是香蕉來做測試 之後呢 我們再慢慢找其他的水果來做測試 我自己是沒有很喜歡吃水果 因為有時候你要削皮啦 還要切啦 弄得湯湯水水這樣子 我就沒有很喜歡 除了是有人削好切好的 我就會用叉子叉來吃 不然你叫我自己去買來 再去削去切齁 其實我覺得是很花時間 我開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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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開啟了